今年我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打造高水平开放创新大平台 加快形成创新创业活力最强的开放新高地和发展引擎 目前我市正大力推动孵化育成体系建设 打造创新大平台和新高地 逐渐形成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壮大的新摇篮 位于江北的惠州信息产业园 是广东思科科技园旗下的IT专业园区 也是我是IT行业首家专业孵化器 园内创新型企业众多 惠州重创动力科技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疫情期间在孵化器的大力引荐下 企业凭借着自身过硬的软件开发能力 顺利接下健康码软件开发业务 并在规定时间内成功推出惠州健康码软件 为惠州构建防疫安全网格贡献了企业力量 其实就是我们扶化器知道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开发能力 然后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一个资源 最后城区政府将这个重任交给我们 去开发这一套健康码 给到城区政府去做一个人员信息的一个采集 防疫的一个管控的工作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在这个元区的话 感受是蛮感谢他的 作为一家小微企业 创业支出只有四人 通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公司整个研发团队已有几十人 公司开发的湾区易网通质感汇集服务平台 湾区警务中心系统 疫情防控健康码等多项系统平台 已成功应用到智慧安防领域 企业创始人之一詹志伟感慨道 对于公司来讲 孵化器就是他们的家长 从政策 资金 人才等多个方面 不遗余力地给予扶持 孵化器是科技企业的摇篮 也是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人才聚集地 惠州市瑞石智控科技公司 是仲台凯仲智会员的一家在夫企业 一直从事智能门研发制造 企业负责人谢富平表示 几年来 孵化器从各个方面 帮助企业孵化成长 尤其是在人才扶持方面尤为突出 这个在其他地方是很难整合的 比如说门业的比较发达的地方 比如说佛山 还有成都 它那些地方还有永康 这家永康 我们现在跟他们竞争就很有优势 因为我们就是在仲凯的这个科技园 这边的人才储备就远远强于 浙江那边的传统的这种五金加工啊 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智能门一旦一出来 就受到整个市场的一个欢迎 而且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竞争力来说 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大力推动孵化育成体系建设 把科技企业孵化载体 打造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测源地 科技企业和企业家的摇篮 这是我是创新驱动的重要部署 目前我是已初步形成重态电子信息 大亚湾精细化工 汇城区互联网三大特色产业的 专业孵化链条 此外 已出台了孵化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 新增财政贡献双奖补等系列扶持政策 推动我是科技企业孵化载体 提升服务水平和孵化能力 比如说我们在副企业 新增税收地方流程部分 我们拿出50%来奖励 其中25%是奖励给在副企业 25%奖励给服务机构 这个政策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创新 在广东省有这样政策的 第七四也不算多 那我们今年也会积极的 弱势这个政策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呢 是给这个企业和这个行业 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惠 而且是比较精准的能够提高 这个在副企业的这种 这个成活率啊 然后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也是有帮助的 据了解 截至2019年底 我是已建有重创空间39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44家 其中国家级孵化器7家 省级孵化器6家 孵化器总占地面积 116.95万平方米 共有1313家在副企业 今后 我是将围绕2加1产业体系 落实国家和省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部署 探索打造 以优质运营机构 优质企业 优质项目为引领的 全链条孵化生态圈 助力科技型企业 发展壮大 惠州台报道 感谢观看